游客来到这里,用手机扫一下QR码,就可以听到道地的大浦腔客语 台中市客委会在东市客家文化园区举办大浦客家语文生活展 要让民众了解不同于南客与北客之外 分布在台中市山城地区的大浦腔客语以及在地文化 台中的客家我们又称大浦客家 那之所以特殊呢,是因为一般大家所熟知的都是 例如像桃竹苗的北客,南部六堆高坪地区的南客 品重的说的西烟固,就是说我们一般说的是四线腔 那大浦呢,之所以有一个独特的叫做大浦腔的客语 这里的客家人口呢,相当的聚集 而且这里的语言跟文化也自成特色 一般我们俗称把它叫做大浦腔的客语 现场展出包括原乡广东大浦的内涵 与移民台湾后的变化 客家饮食、客家武术对台湾的影响等等 例如常见的润饼、米苔木 就是策展人口中的大浦小吃 例如在小吃内,可能大家所熟知的 像我们说的润饼、春卷 好常看到,事实上它从大浦的小吃 得说遍布到台湾现在很多人都说知道的 比如说像米苔木,这个就是大浦小吃 原来发扬在台湾的每个角落 包括早期山城客家乡嵌使用的器物 同时富有大浦客语QRMA工民众体验 展期到2024年底 欢迎民众到东市走走体验大浦客家文化和美食 先谈了亚太电视,秋天喜,台湾台中采访报导